今天晚上的酒會是由泰國中華大使沙龍輸出經濟主持 從晚上五點半點起庇的幾多中外來賓陸續到達東泰民館向泰國大使輸出 由泰國中華大使沙龍和外交部長沈昌泛 曾經分別代表兩國政府 移屈後前幾集會對抵襲幾度強調編和泰國國王朝日朝 進攻康泰兩國國民謙 depos 精明道中泰民館是赵社長 包括各國視劃取決和我國正式的新順首長三百多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